注意下半场的 古剧机汪苏龙宋雅仙的青春 对的是 葫芦七兄弟抽取的主题叫做 有来有 金花抽到的主题叫做 有情有义 那今天究竟是哪个家庭 能够和观众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曲呢 1月20日 生生不息嘉年华将播出第八期 经过上半场的迷你演唱 在落下风的五朵金花 和决心乘胜追击的葫芦七兄弟 连出几招 王欣凌 魏如轩 闺蜜合体 化身情感专家 孙楠 周深 老星 高音能力者 搭档即兴秀唱功 高手过招 精彩分成 在生生不息嘉年华节目中 首度搭档的孙楠和周深 将给我们带来合唱歌曲 《相见不如怀念》 拥有绝对音高的这两人 唱这首明显音调偏低的歌曲 不那么合适 所以两人要唱好这首歌 肯定会将原曲做了极大的改动 还挺期待这两个高音强者的合作 特别是周深 他虽然有够华丽的高音 但却是用最真挚和朴实的态度 去掌握着 虽然不知道最终会将这首歌 改变成什么样 不过同样对舞台有高要求的两人 相信他们肯定会给我们 带来不一样的经验 其实周深和孙楠在早前也有合作过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吧 第一首《国际歌》 作为1921主题曲 这首全新演绎的国际歌 周深和孙楠的声音完美融合 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最后的斗争 换紧起来到明天 孙楠的嗓音高抗 周深的嗓音空灵 富有穿透力 这首歌曲在原本浑厚庄严的旋律下 增加了彭博向上的青春力量 动感十足 他们唱出了黑暗时代人们的斗志 歌曲开头两人合音缓缓而来 随着音乐节奏的变换 孙楠的雄厚嗓音 与周深清亮音色碰撞 唱出新时代青年的激昂与自信 周深的高音再现将歌曲升华 最后的斗争 换紧起来到明天 歌乃声乃儿 笑听命要实现 歌乃声乃儿 笑听命要实现 第二首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歌是一首为2022年 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加油的歌曲 由孙楠和周深合唱 两位歌手声线截然不同 将高亢与温柔融为一体 好听 中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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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深真是一个宝藏男孩 他与孙楠的合作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 两人一揉一缸 将这首歌曲演绎到了极致 充满激情又不是温柔 这两个人风格不同 组合在一起却能相辅相成 将歌曲的格局撑了起来 不容置疑地带出大哥英勇的气势 这种加油 其实更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 一种力量的呐喊 陈运情又不是温柔融的 中国人的纽约 征充满的音乐 孙楠的音乐 去思议 为爱在一起 努力的音乐 合作 诰 再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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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重复就行了 就是希望简单 希望直接 希望弱势 不仅仅为奥运 更是为咱们国家 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 听了他们合唱的歌曲 就更加期待他们在生生不息 加年发的舞台了 节目于芒果TV每周六十二点上线 湖南卫视二十二点播出 大家不要错过了 歌手很心灵的一个时刻 就可能会从一些评论啊 或者是歌迷朋友他们写的信 就说在某个某个最低落最失落的时候 说某一首歌陪伴他把它拉起来 我觉得自己是最 我作为歌手最幸福的时候 就看到这样的评论 但很多时候 做我们这一行 我们自己要挑战自己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们在逆光的时候 但其实我们身后 也有很多在陪伴着我们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要逆光 去挑战自己的那个时刻 但后面就会发现 我们身后好像 都有一些看不到 或是不在身边的那种陪伴 我就也想告诉就所有的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 或者看到我们这个演出的人 就是在他们 在需要帮助的时候 或者是需要一个 那样一个力量的时候 就不要害怕 因为你随时都可以 用任何方式去找到一个 陪伴你的人 爱你的人 永远比你想的都要多 对呀 没有到达 拥抱过还是害怕 用力推开 比我依然留下 那时候我演的就是有一种就是 他们情不自禁 就跟我一起唱一句 我觉得那要不这样子呢 你唱一句第二句的时候 我们好像第二句就唱一句了 我想的是他们跟我一句 开始唱第一句 但第一句我就在 打打打打打打打 拉唱 刚刚拿出那个音乐 他不唱了就没问题 或者再接了 是吧 对就是要说 因为你想的是很live 我想的是可能他说 对就是音频 他会单独拿音频出来 那所以说你要再再听的话 例如说我在停车 开车在停的时候 这首歌是你唱一句 第二句就是 对是哪个 预备你那个音乐 那一下 您过去 好 为什么拿面包啊 爱情和面包都会有的意思吗 两个都拿面包是吗 也可以啊 我觉得花好点 一个拿好 因为他西装慢 我反而是比较那个生活一点 来吧 声歌回到起点 感觉像哪个哨吧 我正想说很像一个就打 是不是 赶门子 就感觉我要送花给你 是吧 好 OK OK Let's go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带好手机 带好手机 ne! 就是 k